当然这个部分呢 因为北检要查 当然是有所期待 查出一个真相 反正进入司法了嘛 可是会不会检调也是虚晃一招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讲 有这样的疑虑 就是有人说 感觉像台南议长会选案 因为球员裁判 现在感觉都是民进党的 那么亮哥会不会 其实这也只是做一个灭火的动作 最后又是查无不法 本来是90 你直接讲答案了 不是啦 因为王毅专一定会讲说 他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就是无争那一套 然后臭了臭 他甚至还讲说 我去现场看 那来的人的脸都长得不一样 连这种屁话都可以讲 那民众党的场你都常常去 我跟你讲 这个一定是长期有在追踪 才会确认 说这个人是常走民众党的场 这个人常走民进党的场 对不对 这一定到各自的认定了 如果你只是一个总量的统计 去识别化 这个商业就有了 新北市旅游局就是 它百货开场 然后一个人流 从这个区域流到这个区域 这个就跟我们Google的塞车一样 塞车那个是连总数都没统计 它只是出现 过了一个标 它就说这里是红色区域 被塞车 那事实上大数据当然不只做这样 大数据可以做到那个数字可以呈现 可是这样还是去识别化 我就告诉你 这个区域大概多少人 它会移动 它做的不是这个 它做的是 这次来的群众是没有去过民众党的场 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民众党那五一九的八千人 没有来今天这个场 又显然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嘛 所以这个绝对是到各自的问题了 绝对是识别的嘛 不然你如何认定 这个就刚刚那个汉廷讲的很对啊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标定 某人在哪些地方行动 足迹 对不对 那用健保卡跟GPS绑定 就知道你在你的足迹嘛 对 因为那时候要匡列要隔离嘛 没办法嘛 大家还可以理解嘛 那匡列这个技术 识别的技术 这个技术早就有了 我跟你讲 因为我在学校教网络行销 有时候还会谈到一点大数据 那个是算力的问题嘛 演算力 现在演算力这么厉害 那瞬间就知道了 对 所以我立刻就知道 现在到民众党这些人 在过去一年来他来参加几次 这个绝对做得到的啦 那结果就发现民进党这一边 那些人都没有来啊 是这样啊 而且他还讲到年龄层 年龄层这也是识别化的资料啊 所以这拱川哦 就是平常爱吹牛嘛 因为这样有流量有收视率 是我黄伟翰第一天就叫 想救他了 说拱川你就承认哦 说我为了收视率了 就唬烂唬烂 你大概就没事了嘛 偏偏不要 还在那边硬掰 说我是有根据的 还写脸书 说新北市旅游局就有这个资料 还找那个Lindata Lindata就是中华电信外包的一家公司啊 可是人家的资料也没有你讲的那种资料啊 人家 实际上我后来有去问中华电信 他们说啊 他们可以识别到年龄 可是这个是商业机嘛 他不能随便给人的 这个是委托之后 然后我就告诉你一个总数 可是我跟你讲 绝对不可能识别 你是不是民众党支持者 这绝无可能啊 我跟你讲啊 他破梗的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他讲 这都不是民众党的 这个严重啊 我跟你保证 没有一个商家会去做这种调查啦 谁去做这个啊 百分之百是警政署或安全当位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商家会去调查年龄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是 这个群众党他去调查年龄干嘛 这个没有商机 所以显然就是 一定是警政署或某些安全当位做的 国安局不认啊 在昨天第一时间就说没有 我们没有认识 不是他做的啊 当然不是国安局 国安局只有九百人怎么做啊 要做一定是警政署或调查局啦 一定是这两个单位啦 昨天刘世芳也说 对啊 内政部也说没有啊 内政部当然不知道啊 警政署怎么会立刻跟你报告 而且你才是刚上任 上任没几天 刘世芳干脆就去讲说 王毅川跟我不同派系的 我不会告诉他 这不是更直接聊到 就这个意思啦 对对 刘世芳现在当然不知道嘛 那他会去问警政署啦 会去问调查局找案 我跟你讲啦 事实上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操作啦 因为那个时候韩国瑜2018 2018还不是主要的 2019啦 对 我们中天被罚了60万 就是龙介先来中这个新闻龙卷风 就讲了嘛监控韩粉这个部分嘛 然后NCE就罚我们60万 我跟你讲他们不可能没有去看 因为他们要去算韩粉的流量有多大 对 所以他一定要去估 因为那个人数在大到 谁看了都会吃金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流量的统计 这是必然的啦 那至于有没有到识别化的程度 说这个人是重复来 这两个月来来了几次 我跟你讲你如果要问这个 那一定是识别化啦 不过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几次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有锁定到 要确定韩国瑜这半年来这个人 比如说参加了十次以上视为热烈韩粉 二十次以上叫做狂热韩粉 那是不是有这种标签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绝对做得到 这个在大数据分析绝对做得到 因为坦白说啦 这个我们商业用的那个行销啦 也常常用这样的数字在统计啊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回头客啦 那是来本店消费过几次啊 那他消费过二十次以上 就列为贵宾卡 就是VIP 钻石卡 这个一定有大数据的东西来统计的嘛 因为你的那个消费 来的那个消费者的量太大了 所以你说对游行中的 那个行动中的人群 他会不能够处理 不可能的 一定可以处理啦 因为除非你没有手机啦 因为你申请手机你就登录嘛 除非你这个从小就学会保密房碟那一套 都是用到商店买王八卡 不然你肯定有资料的 因为你一定要输入你的性别 你的个资啊 那因为电信公司或者百货公司会想方设法给你一些小福利嘛 让你愿意提供嘛 那你的个资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嘛 都是跟着你的号码啦 因为号码我们的那个身份证还有你的手机的号码还有健保卡的号码就是我们各自的三大号码 那到最后可能都绑定 健保卡不一定会绑定啦 可是你的身份证跟手机号码 只要从事交易必然绑定嘛 那他只要 我们通常叫嗨客啦 他只要嗨到你的资料 那他根本不是嗨啦 他就直接从电信公司拿资料 所以他怎么会没有资料 当然有啊 事实上如果他再连到了POS系统 我还可以知道采薇常买什么衣服 确实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那个全民公敌 所描绘的那个场景 事实上已经实现了 他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总归户嘛 所以 甚至美国都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 因为美国现在选举也都用大数据在选举 他甚至还可以判断 比如说采薇定什么报纸 看什么杂志 然后就判断 他大概是民主党的选民 已经在做这样的 然后再看他的年龄一层 然后就分重记文宣 这种技术早就出来了 所以你说 我们台湾会没有这种资料 我不可能啦 台湾是大数据高度发展的国家 你绝对 你可能没有美国那么可怕啦 可是在亚洲一定是首屈一尺啦 一定有 一定有这种资料 嗯 这样 好 influencers btball 找我 有 要 z